我們來看,所以剛剛已經有TH,然後把它抓下來 所以如果你要輸出結果長得像題目一樣,題目要什麼呢? 日期墮點,NT搭了,斜線UX,那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什麼,把這兩個東西把它print出去 TH部分它是放在HP2裡面,然後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這兩個資料,那我用FORMAS,當然你不用FORMAS也可以啦 你就中間加逗點就可以了,我大瓜虎兩個中間加逗點 點FORMAS之後的話,我分別把SP0,因為只有兩個 所以SP0.TES跟SP1.TES把它做輸出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輸出的結果會長這樣子 應該就是剛剛看到的,有沒有這個地方 把它放大,Ctrl加,Ctrl加就放大 那各位可以看到底下的部分呢,它輸出的就是長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題目要的,題目要的是這個 日期墮點,頭有了 那底下的話就是日期墮點匯率 日期墮點匯率 可是問題喔,我們現在在那個網頁上面的資料是什麼 它是TD,TD,它其實基本上喔,它是全部都混在一起 也就是01,23,但是它現在要把它分兩欄 也就是本來是一欄的,要把它拆成兩欄,放 那這要怎麼放 OK,所以喔,其實理論上喔,我們把底下部分的話 怎麼樣把它Print到底下 一樣嘛,我們就是在利用什麼剛剛講的 甚至你可以拿商的複製貼過來 那只是改一個地方 前面的那個物件名稱改成SP3 那一樣用SP1去FindAll 因為呢不只一個嘛,所以我們用Find底線All OK,然後上面為什麼是Find? 因為只會有一個這個東西,就用Find 所以喔,我剛剛一直強調喔 其實Print for Super最重要是兩個方法 一個是,如果只有一次就Find 如果多次的話呢,那就FindAll 其實我跟各位講,這兩招就夠了 你現在爬蟲,其實它還有別的方法 可是我跟各位講,其他方法暫時先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這樣就很厲害了 我發現,基本上我用來用去,用這兩招就夠了 OK,當然你如果自己學的更有心得 你可以再去看別的東西沒關係喔 然後FindAll,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本來是TH,改成TD,對不對 然後底下的部分要怎麼把它Print出來 當然如果我把它全部Print出來的話 我可以先這樣喔 比如說我假設全部Print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在底下的話呢,就是For i in range 把這裡面的所有資料呢,通通都把它列出來 那我從0到它的全部 等於是說裡面有幾個全部幫我列出來 但是會有個結果 Print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欸,你可以看到喔 Print的結果會變這樣子 有沒有 日期、漏點、NT$跟UVS$ 但是呢,欸,你想說是不對啊 底下應該是 應該是什麼 一個日期 下面會率應該是放在裡才對啊 那為什麼它全部在一起? 喔,跟各位講 因為TD它沒有分嘛 沒有說一個是TD 另外一個是別的名稱沒有 全部放一起 欸,可是問題來了 我如果希望喔,換一下 你不要全部幫我放在有點像同一欄 我希望幫我分兩欄的話 欸,怎麼分兩欄? OK 這個就是每個人想到的方法都不一樣喔 那我想到的方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呢,因為剛剛的規律 它其實還蠻規律的啦 它開頭這個一定是0 0、1、然後2、3 然後再來是0、1、2、3、4、5嘛 所以其實基本上有個固定規律就是 偶數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日期 激數的部分的話呢 都是匯率 所以其實喔 像是你可以用一個邏輯判斷 if它的i的值 假設是mode 用那個什麼啦 用那個就是求於數的那個方法 求於數的方法 如果余數假設整除的話 為0的話 那它就偶數 反之就是奇數 也是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這是一個方法啦 不過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有 後來我想到了一個另外一個方法更簡單 什麼方法? 就是我乾脆在這個地方 就是回圈的後面 豆點加一個2 豆點2的話 預設是step 2 step 2 step 2就是什麼? 間隔 本來是step 預設是step 1 就是0、1、2、3是循序下來 那如果是豆點2的話 就是0 下一個就是跳兩個 跳到2 0、2、4、6、8、10 所以0、2、6、8、10的話 如果這樣print的話 也怎麼樣? 你會發現 它出來的結果 就變成日期 有沒有 就把日期全部都print出來了 那 匯率怎麼辦呢? 我就想另外一個方法 乾脆呢 就是在這個後面 最簡單的方法 再加一個什麼呢? 中間幫我串一個豆點 然後呢 它應該要是 它的i的值的下一個 所以 i的值的下一個的話 那我就乾脆怎麼樣? 把前面這個 sp3 中瓜糊 有沒有 i後面怎麼樣? 把它怎麼樣? 加1不就好了 有沒有 加1本來0嘛 加了1比較1嘛 就下一個 然後呢 把它串到後面 那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 幫我把匯率的東西 放在後面的意思 所以呢 加了這個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那匯率部分呢 就產生了 OK 這個也是方法 當然另外我剛才講 你也可以用邏輯 你也可以用判斷一下 就是求於數 i的值 假如能夠被整除的話 先輸出 再來不能整除 Ls 那就是放在後面 一樣可以啦 只是說 好像這樣的寫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OK 但是最後的話呢 題目要我們做的是什麼 是把這個輸出 看到畫面的結果 幫我存成一個CSV 如何存一個CSV 其實前面也講過 就是把現在東西 可能就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S的變數吧 意思我們就是在 這個SP2的上面這邊 加一個S S的變數等於空的 然後呢 把底下這個print的出去的東西 全部都串在S裡面 然後把它存檔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這個地方 先試著把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先可以print的出來 待會我們一樣把那個 把它存檔 存檔前面有講過 所以請各位 H可以試試看吧 第一個部分就是加一個S好了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 串在S 然後並且再開一個什麼呢 開一個檔案 F等於open 一個 比如說 right點CSV do點w 然後把那個檔案 這個S呢 用right的方法把它寫出去 再close就OK了 所以其實理論上就是串接 請各位試試看這個部分 其實程式不多啦 基本上用來用去 不外乎就是什麼了 用那個Beautiful Super 這個 裡面的fine方法 fine 跟fine all 如果一次的話 那就fine 多次就fine all OK 好 待會再來看存檔